今天都是跳樓大拍卖 我们是老板跳海大拍卖 在员工鼓噪下 龙峰水产执行长蔡志祥 纵身往海里一跳超干脆 我们即将来海上进行拍卖 来这里帮我留在 脸书网路影片 尽是欢庆生意很成功 且高档海产冲不缺席画面 号称南部最大活体水产大盘 龙峰水产 三年前开始从事网路直播 蔡志祥一度还宣称 每月商机上台800万 起到7号却惊喘倒闭 蔡志祥手机关机人身影找不到 安平港旗舰店餐厅 员工上班才知 已经关门暂停营业 至于公司外 则不断有债主前来关心 他五月份六月份都没有给 五月份六月份都没有给 加起来110万元 对加起来 事上前天甚至由债主委托黑道 登门讨债 惊动警方到场助手 一名厂商证实 表示龙峰水产疑似因为周转不灵 至少欠下八千多万债务 从安南区四炒大桥旁起家 龙峰水产砖火养龙虾 帝王蟹 出海捕捞大鲫鱼等高级水产贩售 2016年开始直播拍卖 一天拍卖金额最高破百万元 年营业额上看亿元 执行长蔡志祥 近年来进军餐饮市场 疑似因为急着扩张 出现财务状况 眼看只包不住火 他也透过有人转达 借贷资金调度不及 手头已经没有现金支付 只能请债务人给时间 让他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接待观众严禁宇台南报道